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密佛佛 非常欢迎大家观看圣言书房节目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圣言法师叫莫造禅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 中原医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陈章坡陈老师 陈老师 谢谢 阿弥陀佛非常欢迎 那另外一位是 人生杂志的副主编 邱慧敏邱菩萨 邀请他最主要的原因是 陈老师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就叫做黑熊人路定 那这本书是我们陈老师 在我们人生杂志的专栏所收集起来的 那过去都是我们慧敏菩萨 一起来跟陈老师互动 所以跟陈老师 大概有很多很多的互动机会 我记得我在邀陈老师的时候 我就陈老师 我身影师父的哪本书 最吸引你 那陈老师二话不说说 是你法师叫莫造禅 所以想请问陈老师 就是当时这本书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 就不讲思索 就说这本书你要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从民国八十五年 第一次参加禅三的时候 那时候师父就是莫造 但是那个时候只教我们属席 禅座就这样而已 因为连水洗都还不到 就是鼠一二三五一九九十 这样慢慢做 那实际上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 什么叫放松 都不知道 那看到法师们都那么松 可是我每个人都像冰棒一样 因为硬了一大糊涂 所以那就很难很难进入状况 但是在师父的开示等等就是 你就是去做嘛 那做久了它就会融 所以一问起来就吃这本书 现在再回谈看这本书 让你感觉到很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更加的仔细 而且很深入 就是各种类型都有 这本书总共有三个开示 整个词完的 那第一个开示 第一篇呢 在我们的感觉来讲 就好像是用白话写的入文 所以就很完整 但是呢你就是要很仔细地去念它 所以这是第一篇 那第二篇就是口语啦 就是师父开示的竹子稿 就是在美如相当禅食 每一天早晚的开示的内容 那那个竹子稿呢 我念起来的时候呢 就感觉啦 就好像师父呢 就在你前面 坐在那个大司仪上面 那很风趣地在跟你谈 第三篇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文艳文的入文 很简要 很简要 所以当你如果时间比较忙碌的时候 那你就看最后那篇 那就好像心惊 你怕你忘掉 你就看它一下 那如果说是要练比较完整的这个的话 你就看第一篇 那你享受那种日常生活的应用 那你就看第二篇 哇 陈老师你真是把这本书 那个全解的非常的清晰 就是完整的去介绍末造禅法 那第二部分是把那个末造禅食的 每天早晚的开始 一天也来 那陈老师的解释是 有如师父在面前为你开示 在禅堂里面开示 那第三部分坐禅 那它就是一个重要的余路 那教你怎么仔细的去做它 那陈老师的解释 就是像心惊 它是个精华板这样子 那陈老师这样子再看一次的时候 因为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名像 还有余路 你觉得如果是一个初学者 在碰到这些名像 或比较深的一些文言文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不要被它吓跑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实证的功夫 那你就是一定要去做 那做的时候就有几个方式 我们念科学的人 我们第一会说叫你做前怀疑 然后你做这个review 做所谓的中处整理 接着你就要去提这个假设 然后你就去把它试验 你就以你自己的身体去做试验就对了 那我们常常说放松 第一个就是叫我们放松 可是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放松 还不晓得自己不放松 对对对 这个放松这两个之间 我是从太极全能的那个地方 我们才学到放是一个动词 松是一个结果 所以你要放下 放下就是不要我执 原理原则上多性跟你讲 放下就好 可是你就是不知道什么 你有资 然后要放下什么东西不知道 所以最近我又想到一个 因为我们都在看个正乎二度C 对对 那像电就要节省了 所以就叫你讲 随手随处灌灯 那我们脑子呢 我们的身体呢 实际上就有很多的叫做生物能 它的结构跟电很像 也都是离子在那边跑来跑去的 对对 那你就是要把它关掉 对对 那你就想我要关灯 但是你想要关灯 有些关不掉的 对 你有没有坐到关灯 所以你就要检查说 如果说我们这个灯关了 我们只能按了嘛 那灯就没有再浪费了嘛 那你脑子的电也要关啊 对 那你想说我要关 有没有关成功 师父也是上面讲的啊 对 就把重量交给补团啊 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呢 我们重量交给哪里呢 我们就交给这个 这个椅子跟板凳的教会的地方 对 你当你感到重量 那个屁股越来越重 那就比方说你身体松了 还有一个感觉是什么 你身体就像小孩子一样的 像松松蓬蓬的 对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看法师看师傅那个样子 那就是你要松的样子 所以你有这个学习的看法 对 那你就跟进那样子去学 但是有些人会发现说 他们的脑袋是不断电系统 对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是没办法关灯的 那平常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会用方法他会交给普团 师傅教的这一部分 那就是如果在睡眠的这一部分 你从师傅的这本书里面 有找到什么样的答案 然后跟您所学的动物学的这一部分 是可以做连结的 物种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我们最大的特色 就是脑子越来越好 对 那脑子越来越好呢 你如果让它不用 那它就是很大的浪费 可是你用过头 那它就会成故障 所以你常常要休息 那从前的人类 人在生活上 没有那么的容易就得到温饱 所以它要做很多事情 那做了很多以后 它自然自然的它就累了 是身体累了 所以它就会睡觉了 对 那这个方法是古老本来就是存在的 因为身体累然后就会睡觉 但是如果是脑袋比较复杂了 还是没办法 所以这时候它就会做梦 会做恶梦 比较心要静 所谓的心静就是说 我设定我的目标 我呢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那我就很认真的去做了 所以我就吃了 那在食物上的字眼就叫做 转了食轮 我食轮就是我有得吃了 可是转了食轮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转法轮 所以你呢就是要告诉你自己 吃了以后做什么事呢 做利益重生 可是这个利益重生的程度就不一样了 有人呢就做小一点 他这个时候只到这个能耐 那他就做多一些 那有的能量大一点 他就做多一点 那末照呢就是让你很有效力的 该吃饭就吃饭 该做事就做事 然后让你没有自我 所以你就很快地能够理你重生 陈老师在全解末照的这一部分 感觉很吸引人 刚刚听了陈老师的分享 其实师傅在末照 末照里面还有叫我们的观念 就是清清楚楚 那学科学的应该脑筋 比我们更平常人 更容易清清楚 就是说怎么去运用方法 用师傅的末照 让我们对所有的事情清清楚楚 我也知道要吃饭 我也知道要睡觉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 老实做到 对 这就是心里想的东西 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那真的是啦 人都是这样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你才会发现说 当你想的心很大 你做不到 你有个凑折感 那你就会开始发现说 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多 我做不到的 我为什么不做我 能够做到的 可是如果你讲说 我只做到这一点 你又感到说 好像对不起 这个整个世界 整个父母 整个人的 这个自我的价值 对 所以你就想再做多一点 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末照 末呢就是说 你知道你的 这段期间是什么样子 你的来同心吗 你的作业成效好不好 你都很清楚 这是照 你很清楚 那末呢是 该动的你就动 不动的就不要动 不动的那就是舍 那动的那你就去做 所以末照是在 你做的这个过程中 你很学会 你很清楚 然后你暂时不要做 可是下了座以后 你该做的事情 你就去做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个起舍 那你能够舍 就是舍下 我叫什么 忘舍 忘舍什么 忘舍诸下 诸下 对 可是在成长过程中 那是慢慢慢慢割 慢慢慢慢舍 对 哇 陈老师 这很不简单 其实我们通常在 对末照的这一部分 都首先是在残堂 那个对自己个人呼吸的练续 跟陈老师刚刚已经讲到 大到整个自己生命 对选择要做不做的这一部分 其实他都可以用末照的方法 来面对你自己的生命的抉择的这一部分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存在的价值 常常是觉得需要的 要建立在很多事工上的 对 所以就让自己很不放松 对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提到那个脑子 是我们长期演化来的 对对对 最近有本书呢 它是翻译的 就是我们身体里就有一条鱼 他强调的是说我们的演化过程中 是像鱼的骑在没办法走路 对 一路的演化 演化到我们可以走路 对 然后呢可以这一个双手 也可以做很多事 对对 那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呢 他就提到有一个叫做节约基因 节约基因 他的意思是这样讲 早年你人这种动物 不可能天天吃饱 所以我吃一顿大餐 就要把这些东西都留了下来 所以就转换成脂肪 出生在你体内 然后等到你没东西吃的时候 这脂肪就转换成能量 那你还能够活下来 然后想办法去再找下一餐 所以这里呢有一个能量转换 出生 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天天有大餐吃 对 所以你身体呢就转换了好多油 所以你就得到现在所说的无名病 肥胖症 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不需要吃那么多 那讲这个例子只是说 我们人这种物种呢 它真的是有过去 老远老远存在的那个历史 那个历史呢就带到我们今天来了 对 那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呢不一样了 那你呢就仍然没有朝着这个演化的路线在走 脑子要很好 你要常走路 对 那你呢不要吃太多把它转成这个所谓的无名病 对 那根据这三个原则 这三个演化的路径呢 对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脑袋 对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脚 那我们呢就不要让我们身体吃太多 对 所以要节约 对 那这个就是你照 你真的是很清楚知道你 对 那你该做你就做不做就不做 对啊 哇 陈老师可以把那个 这个末造禅法也用在整个那个那个对那个动物的援救 然后甚至又可以回来为我们自己人所用 对对对 在本书那哈 请问陈老师 有关身体法是叫末造禅法 这本书你能不能怎么样子的阅读 然后怎么样子的应用 读是一种享受 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 佛陀他之前 印度已经有那么长远的历史 这个文化都有传承到他身上 他又发扬广大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汉传的残皇 然后又经过师父亲切的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你去念他 然后他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这个信有好几种信 最不恰当的是灵性 然后再来是所谓的养性 然后再理解他 然后最后你证实他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已经很清楚的 这个是已经完成了 所谓的实证科学的认知 但是你不做 永远只是知识 所以师父里头就提到了 有一个他很好的弟子 然后他讲什么话 他都会 几乎都可以附送师父说的 然后这位弟子要请他说 你要印证我有开悟 那师父说你是阴悟的悟 阴悟全疑而已 只是这样 然后并没有真正的有悟 另外一个情况是 师父也用了一个同音的字 迷雾的悟 迷雾的悟 所以你那根本不清楚 所以你就迷雾了 事实上来讲是师父已经把 你要怎么做什么 他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好好地享受一下 真正的是师父你入门 还是要自己去做 因为要常常练才能够练好 所以那一定要常常去禅修的 那种禅俱继续练 所以看书其实只是一个 在知识上的理解 然后接下来其实还是要 自己去实证的这一部分 对 就很好奇说 陈老师自己在打禅三的时候 在那个过程中有人说不能讲话 你禁语 现代人不讲话很困难 你跟我分享一下 事实上说是这样子 当你要放松你的脑子的活性的时候 你第一个你要相信 我们的生理结构 它就是没有开那个关 只是有的人他效率很高 他就可以随时开随时关 有的人他就是要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他根本也就不知道 什么是开什么关 就是人的聪明才智 有各种差异 在佛的角度上 他不知道这个聪明才智差异 是怎么造成的 他就跟你讲说是前世 因缘造成的 那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基因上就不一样 那你就是要相信说你可以练到 然后接着呢你就去练 那练的时候有那个楷模 那你就知道那个成效 那整个在练的过程中 不讲话有什么好处吗 不讲话就等于是说 我的脑子里同时有好几座电脑在动 那我把语言的那个电脑部分拿掉 暂时关机 那我就可以拿 用 把很多能量来想办法关其他机 那这个时候是由我职要去关 那那个是一个训练方法 那那个效率不高 那你就说我整个就放掉 放掉 这很难 可是你就是告诉说我可以做到 然后呢你就试着去知道 这个叫做关机 然后你去模仿那个样子 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还是要说我要走 所以是从有到无 等到你做过一次 那个叫做无 那你就知道了 那如果有学游泳的人都会知道 你一碰到水你会怕 如果你掉的这个游泳池呢 比较稍微深一点 你脚踩不着 对不对 那你当然就会更加的怕 那更加怕那你就会掉的就越下面 就越紧张就掉的越下面 过了一段时间 你真的没办法你就放掉了 结果你就浮起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就觉得原来放松 你就可以浮起了 可是我们坐在浮湯上 但是你也知道说 原来你坐着 然后屁股越来越重 然后身体越来越蓬松 那你是让你做对的 那这个事情从求有 所谓的求有是说 我求我要把它放松 效力不高 你就直接说 我又不要了 就丢掉了 这样可不可以做一干 我发现这也是需要练习的 因为刚开始其实任何人 大部分都是忘练很多的 就像刚刚程老师讲的那个游泳 我们就是刚才只在练那个鼠息 平常都没有发现呼吸的存在 就开始练习的时候就会控制呼吸 然后其实师傅会教我们说 如何从鼠息又放松 其实那个是很难的 也是经过不断不断练习的 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透过这个禅修的方法 其实是可以帮助自己 就是说要自己马上放松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透过禅法 其实是慢慢可以达到的 所以这个书上的书名就写了 两个方法 一个是肚子 一个是刺地 那这两个时间是纠葛在一起的 那身心是统一的 你用你的身来反映你的心 有没有练到什么程度 那初期的书就是刺地 然后以后就会跳 乌了一阵子又跳 所以书本上也讲了 哪一个大师就是 他大乌小乌好几次 他其实只要在生活当中 不断的有在用这个方法 其实他是随时随地有那种目净的感觉 那陈老师要不要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从动物学的角度 怎么去认识跟了解 师父所说的禅修的那个开悟 跟理心见性的 他的科学性 这个地方很难 但是我们可以讲 一个比较层级低的 就是师父讲到 他在相刚那个符上面的一个树 树桿上面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 他以为是一个长出来的树干 如果看了十五分钟都没有动 但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就发现原来那一只鹿在吃鱼 那那个故事实际上是这样子 物种要活下来 他一定要吃饮食 然后他得到吃了足够的东西以后 他才会长大 他成为繁殖下一代 那繁殖下一代 用我们的人类的语言 就叫做男女 然后第三呢是安全 就是说所有的物种的存在 就这三个因素 饮食 男女 安全 饮食的意思是说 个里要吃饱 才能活下去 对 男女是说要繁殖下一代 第三呢是 这整个活动呢 是要在安全的环境里头 那一个鹿呢 它站在那里 它用什么方法去找到它最好的设施 吃东西的策略 那在生态学上那样 有一个叫做Optimal Freelance 水底学 最是设施策略 那它在那里不动 第一个它省能量 第二呢是它会让那个鱼呢 感觉它不存在 鱼呢就少掉了那个安全的警戒 对 然后呢当它照 看得很清楚 是在它的着实的犯阻 一下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什么时候 看到这个鱼已经到它的范围了 它可以去有效的抓到它了 还在那个外围记忆 它就不动 到了它记忆的时候它就动 那这时候也是目中 那在动物来讲 它就是只达到这个生存的 还原下一代 这样就好了 对 那没有那么多的脑子去思考说 我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 没有那么多的ego 没有那么多的自我的部分 对 那人就是能耐强 所以才会产生那个自我的意思 对 自我的意思太强了 因为造成你的效率低烦恼 对 所以要怎么去离苦 对 那等到你也学会这些 那你就懂得去除那些 所以从动物学来看的话 是因为它的本能只发展到那里 所以它就没有那个烦恼 所以它也不用禅修 对 它的那一套就是它的 生存机制 生存机制 对 那我们已经over到那个能耐了 对 那就是因为over 所以我们才产生很多的困难 那时候你就要修 要把它修回简单单成 对 那你就跟它学 对 学动物 对 就不要那么多的 可是你知道 你的这些该吃饭 该修回简单 是为了得到更长眼的效益 对 是为了利益众生 对 所以师父在这个书里面 开始很多举很多例子 比如说很多动物仿的 它是修墨造的 它本身本实 就像程老师刚刚有讲 那个百路师 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百花百咒 对 对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有关于怎么去解释那个开悟的 开悟是这样 当你了解你这一生 能够做什么事 你视性管理 那么理解上来讲呢 就跟我们国务所说的 你有多大的能耐 你就服多少物 你如果说能耐低 你一人服一人物 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 你能力强一点 你就服十个人物 你更强你就服欠人物 那所以你要学会 怎么服务人家 第二 你要学会 你有多大能耐 第三 你要学会 你的能量 开灵咖啡式 你能够做多少事情 而不会伤害到你的存在 所以你要学这三件事情 那这整个学的过程中 都是造 那如果这个是造的话 那个开悟的境界 开悟是这样 我的感觉 实际上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 所以我还在这边 从理知呢 理知到无我 那个时候就是开悟了 对 就是无我的部分 那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按照苏文的讲话 就是说你会感到很澄清 因为当 当你有一个ego 你有东西在的时候呢 你就会收到很多的耶稣绑在那里 对 当你筒筒放掉了 你就很自在 那无我 你就会自在 那就跟 像我们现在在摄影盘里头 你就看到有那么多人在你外头 那摄影机在照着你 那当那摄影机照着你的时候呢 你就收到他的耶稣 那你照到这个耶稣 可是你把那个耶稣给他拿掉了 那他就对你不存在了 那你就自在了 所以是无我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悟的境界 对 而无我是悟的一个 真正的基本原因 那展现出来的就是说 你非常的自在 所以呢 如来如去的 一点都不说到耶稣 那你身心也轻松自在 脑子也很清爽 那时候就是一片清明 所以每次在看圣语法师 叫莫照禅这一本书的时候 就是对于师父讲那个 莫照的境界 就是说他后来是心中无事 但是不是 那个心中无事就是很放松 然后没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挂爱整理 所以有句话就是 三高不爱白云飞 在里面也有很多的云路 其实让我们看起来 其实是充满了那个向往 帮助她的孤立 提炼到我們生活中的運用 好 坐禪魚這一個 它真的是做了很驚訝的整理 所以連你坐禪的前面的心理準備 它都要有 第一個心理準備它就跟你說 一定要花大悲心 在心態上 對 然後你要花宏願 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 你已經放教我了 一發宏願的時候 已經開始放教我了 然後你也有利益中心了 發了這個業以後 你要怎麼做到 做到的時候 你就培養你的身體的能耐 因為你的身體是要達到 你的心的一個執行的工具 所以你這個身一定要好到 可以執行你的心願 那怎麼去讓你的身體好呢 就是要休息 就是要放鬆 所以它就告訴你怎麼做 那個做的過程中 然後呢 就是手要放哪裡 什麼體質做好 但是它就告訴你這一些 對 那它也跟你講說 眼睛要稍微的 髒一點 不要完全閉 那如果完全閉的話 叫做黑山鬼之路 對 那在這裡它特別提到了一些 很好玩的 到底有沒有鬼神這些事情 它就告訴你 有 有 有 在哪裡在哪裡 所以你要了解 但是你不要被它給影響 對 那這個是在師父的這本書裡頭呢 千千萬後好幾個地方 都提到了這個神秘觀 如果你心怕了 那鬼就会来了 如果你心不正了 那个父法神也就没有了 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说你在禅修过程中 因为你的脑子 在整个文化的面上 承接了各种的文化的信息 那最古老我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常常就是 弄一个好的叫神 弄一个坏的叫魔 那这两个就会给你干 那你在成长过程中 多多少少 你的脑子也具有那个东西 当你很静下来的时候 其他日常生活的信息没有 那那个浅尝在脑子 那个毛的信息就会上 在我的笔记里头 大概第54月 第160月 第168月 到218月 都提到了这个鬼神的问题 那师父呢就跟你讲说 一个方法怎么去避免这些鬼神呢 你就是心里没有我 什么事情都为大家来做 那鬼神就会变成你的腹法神 不会是你的障碍者 那你有什么都想为自己得利 那么这些呢 就会想要攀着你 来得到好处 所以在198月 讲到那个黄鼠羊 对 那那个方法就是说 因为你想要 你有他 贪心 对 你贪 所以你就反而会被他用 那你如果没有贪 那就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只要你有正性 是为利益重生 这些鬼神都不会来感动 那程老师 针对讲这个神秘经验 跟鬼道的这一部分 透过师父这样的全解 你的态度是 在我来讲 我还是感到我没办法去处理 他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存而不落了 那师父他是说 他十来岁的时候 因为记忆力很差 遗鬼该背 背诵的他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的老师就叫他去拜佛 那拜佛的过程中 师父就说他是感应 让他有聪明才是好 我们这种偏重动物的人 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脑子的成长 是到了二十来岁 心里才成熟 所以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那个脑子还在开花 还在成长 第二是因为 礼佛的过程中 你身体柔软度好 所以送到脑子的血液 也增多了 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就 营养分来了 脑子的那个还在成长 就开花出来了 所以就能够击中得很好 所以拜佛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你那就是要相信 是你的努力的结果 是有这样子的信仰 有这样子的概念 并不是说有真的 有那个佛 他还存在 佛的方法 佛的这件事情 这已经是存在于我们的文化 存在于文字上面 存在于三宝 佛法身 就是释迦牟尼这个人 综合整理 整个人类的文化的东西 写出来就是佛法 佛法现在是我们的珍重 他帮我们继续的传承下来 所以是传承在这上面 那并没有说这个佛会来给你什么都不是 透过程老师的解说跟分享 其实我觉得是弄我们是更清楚 譬如说刚刚讲到那个拜佛这一部分 我们那时候刚出嫁的时候 师父会叫我们一天要拜五百拜 那甚至我们在解下安居的时候 因为整天都在山上 一天至少要一千拜 那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讲 刚出嫁的时候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们在外面可能都工作很多 或者是外面很多了 那在拜佛的当中 其实那个真的就是专注 然后就像特老师讲 那个回路很多该关的东西 又把它关掉 那身心柔软的时候 其实身先身柔软 你心就柔软 在修行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前方便 我自己也有体验过 在那个状态 其实头脑是清楚非常多的 也发现自己好像比较聪明 应该是说那个杂讯比较少 对 是近来有 但是你把它消灭掉 对 就不用再去追它 是轻松很多的 我那常常的处理方式是 好像人家射我箭嘛 那我就是一个透明把嘛 对 那是射了可能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没有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 人家说他有讲解他有告诉你 我知道他死老师我不知道 我会过去了 对啊 那你就是不要去再把它抓回来 对 那师傅有说不要做第二次伤害 对 你已经有一次伤害了 你又去再懊恼他等等的 你就造成第二次伤害 对啊 真正的很大的困难还是在于所谓的离苦得乐 如果说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很淡 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月天 我们的唱歌词里头就是淡淡的三月天 这个杜奸花开了满山 可是为什么用的是一个淡淡的三月天 为什么又是杜奸花 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禁教 我们写这个文字 唱这个文字是淫教 深教 禁教 那个禁教的意思说 即使满山开了那么多杜奸花 你还是那么淡淡 所以这时候是离苦需要得乐吗 你就不需要 当你没有苦 当你能够得到力量 去做成你想要做的事 这件事情是利益中心又是无我 那你就去做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离苦 那就是所谓的 这个寂静 就是涅槃 可是凡人不一样 凡人你要把他引进来 你要让他先吃命 所以你吃命就要让他得乐 所以你要让他先得乐 再离苦 然后再无我 然后再来利益众生 那走的路线不一样 第224页中央 若已有花明者 可谓如荣得水 似乎崩山 若未有花明者 乃亦乃因风吹火 用力不多 但愿肯心必不相赚 他的意思是说 当你已经明心见性了 那你就更能够做更明显想做的事情 你的事业就越做越大了 对 当你还没有的时候呢 这个墓葬还是对你的保护 对 透过程老师讲墓葬禅法 其实我感觉应该是本剧的 但是我们就是那个讯息太多之后 然后这障碍了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就是要把这个一层一层的 把它去掉 对 陈老师在《黑熊人录定》 这本书里面有第一篇 就是他有讲到 就是禅修不必知其所以来 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 常常要知其所以来 但是禅修 这个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 迷你学科学的 然后去打禅气 跟师父之间的一个对话 然后我们作为想要禅修 要用什么样态度来选 这实际上是两个层级 就好像说你在做一个规划案 你想要把这个方法传给别人 影响别人的时候 你的背后的工作 一定要知其然 然后知其所以然 所以你才能够很有效的 让别人走正确的路 可是在受教的那一方 因为这个后面太复杂 他又没有那个实证 如果一下子掉到这里头 那就掉到知识帐 那就暂时不要 所以你在那个练的过程中 你就是要暂时 知其然就好了 不要知其所以然 你就做 可是等到你有一点点认知 你为了更有效的 让别人做到 那你就要知其所以然 再重新调整过 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已经有实证 你在求知其所以然的说 不会感到烦恼 不会感到说是 是一个冲突 他没有冲突 你只是为了更有效的 利益众生 在无我的情况之下 你去把它解得更清楚 让别人更加的了解 陈老师要不要举例说明 这个如果是在打坐上面的 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 事实上打坐过程中 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要盘腿盘在那里 那盘腿盘在那里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可以让你的身 让你的心练的过程中 有多少的好处 再说借着这个腿酸这件事情 让你的心 有机会去练到 不起贪天吃 也不起执着于喜好 因为我们的生活 衣食住行太复杂了 那你就在日常生活中 得到太多的信息了 那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把它简单化 简单化就指坐在那里 那我们汉传的方法就叫你 正经伪咒 就叫你坐在这里 你就是坐着这样 很单纯化 那咒的过程中 你的信息就越来越少 那你就可以比较集中的 你练你的心 用你的身体去练你的心 那在这个作业过程中 也很好玩的 怎么去避免我们的血管被压缩 所以师傅也跟你讲 坐在土壤上 不能过坐在真中央 也不能坐在太前面 所以你要去检验一下 做到最适当 那些讲得很清楚 但是背后的理由 就没有告知学的人 只把最正确的方法告知他 确实后来师傅 在教禅训班的时候 早期有做一套教案 在那个教案里面 除了讲怎么做 都还会稍微在说明 为什么 譬如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譬如说他不能坐太前面 是因为他可能不稳 坐太后面 可能那个脊椎不能伸直 那其实我刚开始会来接触 师傅师傅 其实最主要是 我在接触到 他在讲禅训班的时候 怎么叫打坐 有让我支起来 又可以支起所有来 那只是在练打坐的时候 确实需要一点耐心 因为一般都很动 然后突然要静下来 也看到自己 然后常常要跑出去 所以其实是有知其所以然的时候 才有办法让我去想要不断不断练习 因为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在这个时候 事实上就要把离谱得乐 这两件事情并在一起 一个已经明星见性人 他就是生活在淡淡的深夜天 对他来讲 每天下子已经没有什么大事 也好像有波澜 可是对他来讲还是平得很 可是还没有进来的人 那你怎么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得到好处 所以禅修的莫照的这个方法的过程中呢 第一阶 你光是这样坐着 你就得到好处 为什么呢 你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就随手处处关灯 对 所以你脑子就不浪费那么多能量 你就休息了 对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呢 但是你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了解你自己 对 就是照 对 所以你了解你自己 然后呢 莫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不要做反应呢 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不要 马上就回音 不要变成是那种所谓的 很忙碌的 马上就做反应的人 稍微能够沉浅一点 对 那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 有没有深度啊 有没有沉浅啊 也就是说不紧紧的 我们做反应啦 稍微的缓和一下 那这样的话 你处理事情也就会更容易 所以这个是在最低阶 你光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已经得到好处了 好处了 对 那这时候你要投入 你要把它养成习惯 就好像说 三餐嘛 对 那你吃两餐也可以 你吃三餐 可是你要养成天天要吃饭 那你要养成天天要做 那做多少 我刚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只能做五分钟 那我是用什么方式做呢 我就把那个表 拨一个timers 我就拨个五分钟 练自己的意志 就是说我腿痛 但是我让它痛过五分钟就好 那我就会下座 那后来呢 我就告诉我自己呢 我把它拨到八分钟 那我一样按了 我就想 怎么移植还没有到 那但是呢 但是烦 可是我至少 我至少要先练腿啊 对 师傅虽然跟我说 不是练腿功啊 可是我还是要把它练过啊 可是我又不愿意忍受 那么苦 那么久 造成我心 不舒服 最后就从五分钟 加到八分钟 那后来呢 加到十五分钟 我现在做的最多啊 我也只能做三十分钟 不简单啊 可是我 就是这样长期做下 已经 已经做了十几年啊 这就变成 又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练久了以后 身体确实就是比较不乱 比较 血液循环好一点 因为了解你自己的能耐 你就做多少事情 你有的 节制 就可以做得更好 就那个深层 到了真正的明心见性 那我像我这样的感觉 很敬仰师父的那么的 大事业心 大慈悲心 那我没有 我就做小小的 照顾我的小动物 上次有提到就是说 你去打禅山之后 其实有去问师父嘛 那师父那时候 怎么回答你说 禅座这件事情 因为我当时是说 我是念科学人 所以我想了解 要不要明星 要不要知其属于人 那师父是说 不用了 去做就好了 那后来我分析过了以后 他真的是一个实证人 只是 我还不到那个能耐的话 我根本没办法去做任何的假设 做任何的进一步的分析 去讨论 所以我就接受师父的建议 我就做嘛 就做 所以我就把它养成我的生活习惯 我就是做了 那做的过程中 当我下座的时候 因为我脑子 刚才做的那件事情 我还是有记忆 所以我就会再去分析 分析完以后 我就会提一个假设 下座的时候 我就会根据那一个假设 来去照我的身体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现象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走快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再活得晚 所以我还是在打座的那个阶段 我就是不去管他 只是因为信息进来以后 他就会留着嘛 那留着事后 我下座的时候 我再去分析研究他 所以我是把它切割开来 所以也就不冲突 对 那个陈老师在对禅修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他的很有趣的一个进程 不需要自己所以来先去做 然后你再自己再去实证 去练习 真正的最难的是那个无我 一个很有趣的 师傅这本书是一直提到 当这件事情是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无我就很难 但是你可以 这件事情不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告诉别人说要无我 那这个集的例子是 这个有一个居士呢 他的家烧 然后呢 其他人就跟他讲说要无我 可是他说现在就没有地方住了嘛 所以还是要请别人捐捐给他嘛 对 等等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当这件事情牵涉到你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很难无我 很难放下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要舍 你生活越简单 你越没有所有的牵挂 那你就越容易舍 对 为了达成这个最高的无我的境界呢 第一个你要出家 因为出家过程中舍掉了些什么呢 连你的基因都舍掉了 基因家族的 就说你没有孩子了嘛 对对对 所以你就不会去牵挂他嘛 对对对 就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当我们跟其他的同仁和朋友来谈到小孩子教育人的时候等等的问题啊 那我就没办法察觉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那个是别人的孩子了 不是你的孩子 当他是我的孩子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很体会说 什么叫做我 那我很幸运 我的同修呢 他也很认真的要把他这一生过好 所以我们两个没有孩子 所以我们自然这个最大的牵挂 已经舍掉了 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很好的精神啊 时间呢 就爱护我们的自然 爱护我们的繁星 所以我也发现 很有趣的 你舍得越多 你就越无我 你就越恍恩过 照顾其他人 这个透过陈老师对这本书 跟对末造禅法的解释 我发现 其实末造禅法 它是最环保的 最节能的 然后是最可以达到放松的 那其实放松就是节能 那也就是一个环保 然后这个环保是 从自己的念头到自己的生命 到整个环境社会大众 那真正的还应该是 展望到未来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人类 演化已经四百万年了 然后有经过这么长期的 文化的累积啊 所以已经知道 人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人呢 是对这个地球 该负些什么责任 对 正乎二度星呢 就告诉你 如果没有好好地做 那我们不但是 让其他的物种受到伤害 对 那这就是说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如果再没有处理好的话 人这个物种呢 也都会消失掉 所以一定要改变 我们的习性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要利益众生 对 要照顾好大地 很棒 那也是父亲师父所受的 心有了 对 其实师父教我们的禅修 最后都是希望 我们做到无我 那我想请教陈老师 以陈老师的经验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怎么去运用无我的这个观念去做人处事 我们人这种动物它 从各个地方接到的信息以后呢 我们会把它重组 那重组就按照你的理念在重组 当你无我的时候呢 这个就不会戴上有色眼镜 就我个人的例子 当我们提到啦 其他的宗教团体做什么做什么事情 没有提到我们老古山有做做这种事情 就会感到有滋味 那个就是戴上有色眼镜 对 当你有莫照功夫的时候呢 对 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你看那件事情 已经有偏差 你就不会找到真相 那当你没有偏差 不戴有色眼镜的时候 你就找到真相 这就是师父所说的 本来的面部 它本来的风光 那这样做起事情就比较方便 那在佛学的这个领域上 跟一般的大众接触上 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佛这个字眼 太广了 太深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把它 按照日常人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生活准则 一个没有我 所以让你能够自由自在 能够更有效的服务 贡献你自己 以社会大众利益众生 那么很多人呢 就会说 既然是那么好 那我当然要来学啊 我个人身体健康 我可以做很多 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又不会妨碍到别人 又能够利益众生 又能够这个爱护地球 那我当然要来学 只是当你懂了以后 你用佛这个字 就代表一大堆 可是不会的人 在门外的人佛这个字 那真的不知道什么 所以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呢 讲得更清楚 那么这个圣言书房呢 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又把它解开 又把它融合起来 所以最后还是用佛这个字 那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 为圣言法师教莫造禅这一本书 做了一个很好的解析跟介绍 尤其可以把那个师傅的这三大篇章 有不同的定义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收获 尤其那个中间的那一段 禅时的开始 我觉得自从师傅手抱之后 确实我在看师傅的书 有那种 师傅就在你眼前开示的那种感觉 所以透过这本书 其实虽然不在禅堂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观想 你就在禅堂里面听话 但是就像陈老师讲的 最重要的是 你要自己去实证 所以看完这本书 或者还没看这本书的 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把妻去把 那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恩陈老师来跟我们解说 谢谢阿彌陀佛 谢谢 阿彌陀佛 谢谢